金牛座如果观众朋友 你是太阳上升金星金牛的话 个性稳定 忠诚度高 有一种人谈恋爱 他就是只注重诺言 我今天说了什么我就要做到 我注重自己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看对方 所以对我是个好人 我任何事情都有注重忠诚 并且有兑现 可是对方有没有做什么 他没有空看 因为一个人在承受 一个兑现诺言的过程 他脑袋一定在运转很多事情 比如说他对我的期待是什么 我也没有满足他的期待 因为满足对方的期待 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承诺 如果我只是做到 我说我爱你 我让你开心 我用我的方法让你开心 而不是用你想要开心的方法 让你开心 这是不对的 所以金牛花很大的力气在这里 男友请教一下白鱼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永远相信情人 先说不要相信 然后再挖坑给我 哪些星座是相信的 其实演员最前男友很怪 他有点像把自己编织成 穷瑶剧里面的男主角 对 神经病 对 然后最后演不下去 赶快退场 很烂的退场 迫不及待要离开 我觉得他跟下一任 一定是无缝连结 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 这又是什么 这是过来人和纯真的人之间的差别 所以我们就在讲说 永远相信情人的星座 这个相信二字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纯真的 像演员这样 一个就是过来人 懒得理你 我先相信你 不行再说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相信跟相信不一样 他们这三个星座 是怎么相信那位情人的 要小心哪里 参考一下太阳上升和金星 我们来看第三名 想要搜寻八卦的天秘 真的很相信 有给相信情人的 这么讲啊 你 我以为说你要嫁给我吗 你还敢说别 你要不要嫁给我 我不会相信你的 你不会相信 我问你说要不要嫁给我 你一定说好 你就是那个第三名 对 所以为什么 篤霖哥刚刚关键词就说 这个人如果是烂人 那我就算了 如果是好人 我会追忆不完 对 所以就是这个相信不相信 还是仰赖那个人的人品好不好 而不是我有判断力 对 很傻 好傻 好天真 真的 被攻击了 来看一下有多傻 善与妥协 努力维护 他们这种妥协就是好朋友 人和人之间如果直接有冲突 是不是不太好 像那演言的月亮就在天秘 就是直接有冲突 我实在看不下去 我也无法招架 月亮天秘 对 傻A的妹妹 对 傻A的妹妹 她手机呢 来宣传把她手机拿来 快点给我看 她手机拿来 一样容易相信别人的人 到底他们的相似之处在哪里 不用给观众看 给我看一下 你就给老师讲完 给我看一下 我快收 来 老师你继续讲 好 其实天秘座 他心里有一个天真的地方 在于 他认为是好人 我就想要占有 天秘心里的好人不多 因为在你心里 你看得出来这个人说实话 他心里是在想什么 所以表现成这个样子给我看 其实天秘很清楚 这个人说每句话 背后他的心态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在你心里好人 或者是内外一致的人不多 所以在这时候你就会想说 如果这个人对我无微不至 甚至把我 就是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这个人一定是好人 我一定不能错过他 在这种心态下 我们为了目的 去占有一个人 反而会有一点眼睛看不清楚 这个人真实的样貌 因为我们一直内在 我们CPU一直在运转 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 没有空 你看像现在的天秘没有空 你管什么 我好想看 不要 我们看一下 帅吗 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帅 因为上升狮子应该要一个 有一个外貌协会的基本 对 有个性 怎样 看病一项 拍了 好了 好了 拍了 拍了 好了 现在这样拍了 不是 外面桃花很重 真的不行 桃花很重 眼睛不聚焦 还加一点怒气 不行 是喔 看都不是 不行 而且她对自己的欲望 没有办法控制 对自己的欲望 没办法控制 你看现在这种人很多 而且她额头是有角的 对啊 就这个人的个性和 你说很浪漫 摄影师 她浪漫是演的 你回家就不浪漫了 而且她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 对啊 这个相信带了条件 是所谓善良的条件 对对对 就是好 祝福天秤座 赌龄哥就应该还可以 她年纪大了 你这个排行榜 是不是有点花痴指数的意思 有一点 赌龄哥很厉害 天秤座是很知道 我们心里OS什么的 花痴指数第三名 对 你喜欢那个人 你就会给他加点滤镜吗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名 金牛座 金牛座如果观众朋友 你是太阳上升金星金牛的话 个性稳定 忠诚度高 有一种人谈恋爱 他就是只注重诺言 我今天说了什么我就要做到 我注重自己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看对方 所以对 我是个好人 我任何事情都有注重忠诚 并且有兑现 可是对方有没有做什么 他没有空看 因为一个人在承受 一个对线诺言的过程 他脑袋一定在运转很多事情 比如说他对我的期待是什么 我也没有满足他的期待 因为满足对方的期待 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承诺 如果我只是做到 我说我爱你 我让你开心 我用我的方法让你开心 而不是用你想要开心的方法 让你开心 这是不对的 所以金牛花很大的力气在这里 让对方量身定制一个方法 让对方感觉到我有遵守承诺 可是这就是一个好学生在考试 他考试是考得很好 但是面对真的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他就钻牛角尖了 我上次做这样 你今天说你不开心 所以上次你的开心是真的假的 他会有点弄不清楚 所以他在相信情人的一面 他就是那种乖乖排好学生排 我们说定 比如说我会问你 你今天是早睡的早鸟人 还是晚睡的夜猫子 如果你跟我说你是夜猫子 我早上就绝对不会吵你 如果今天你跟我吵架说 我早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寄过 你给我的早餐 金牛就会反映说 你早上我怕你没起来 我怕我吵到你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金牛时间久了 会让对方觉得 对 你是相信我没错 但是你是不是 把我跟你之间的爱情 量身定制成你自己的 就是我们这样绕来绕去 其实大家知道说 永远相信情人的金牛座 他只相信对方的一句话 而不是用观察或者是体会 去感受对方 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建议金牛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分辨对方需要什么很重要 而不是时时刻刻就在想 我的承诺有没有兑现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巨蟹 你又中了 颜颜 颜颜 好 重视感情 全心投入 嗯 虽然说颜颜上身是狮子啦 但必须说不管你上身是什么星座 假设你太阳是巨蟹的话 现在很多人都会知道 我对外要怎么与人相处 展现什么样的自己 尤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还是会给自己加一个形象 但是真实的我尤其要结婚了 这种状况下是用我们本来的个性 就是我除去任何形象和目的的状况下 我本来的个性是什么 而太阳巨蟹本来的个性就是 我很想要一个家 并且投入其中 让这个家温暖 让对方觉得有我是很重要 而且很珍贵的 嗯 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真的想要谈恋爱结婚的人 当然就觉得说我就找对人了 这个人跟我在一起 我们未来生活一定经营得很好 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 他是只是一个温暖的 就是他是想要结婚的人士 而不是真的想要结婚的人 真的尽相情趣 我真的有一个看到一个渴望得到家庭的对象 我会觉得害怕 因为他渴望的正是我不喜欢的 嗯 对因为我想要的是两个人 好像是一个家庭 而不是真的是一个家庭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 巨蟹座越投入 旁边那个人如果真心不想结婚的话 他会越害怕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相信情人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说 对方跟我的目标是不是一样 想要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 而不是很好的关系 其实他中间还是有落差的 嗯 嗯 祝福大家都幸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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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